做烧烤你得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油芹鲜椒油边就非常的不错 肉质鲜嫩爽滑 鲜辣爽口的味道瞬间打开你的味蕾 吃了就让你忘不了 今天脑底三四八秒教会你 学会了在家也能做出烧烤店的味道 首先新鲜的油边 清洗干净之后切成长条状 切这个片的别太厚了 切好的油边放入碗中 加入葱姜原葱丝 两百块的油边加入二十克的啤酒 味精鸡粉白糖各加入五克 烧烤小料加入六克 再加做八克的生粉在里面 用手轻轻的拍打 其啤酒和所有调料被这个油边完全吸收 接下来这一步很关键 做这个油芹的酱料 香葱花十五克 原葱粒十克 青红小米辣五十克 蒜末十五克 辣椒面加入十克在里面 用热油冲一下激发出料的香味来 再加做四克的盐在里面 搅拌均匀的 腌制好的油边用扁干线把它穿起来 穿好后的油边像这样就可以了 油边上炉之后 先两边轻轻的带上一面油 烤制的时候用大火蒙烤 使其快速的锁出水分 做这道菜不要烤时间太长了 把水分烤干了 吃着就发硬就效果不好 烤制变色没有血水即可 烤制像这样就说明熟了 烤好后的油边拿出来 均匀的淋上刚才做好的这个油芹酱料 尽可能是每一块肉身都沾上这个酱料 就这样做到油边你吃去吧 煎辣爽口那小儿老必了 想学烧烤别乱跑 关注老里就对了 谢谢大家